假如我们能过一些情愫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慢慢的省化的生活 仔细甚至呼吸 都停止了的那种状态 这不是死亡 也不是董瓶 它是神明 它是很回耀的 不过那个叫日定 一河清水 微风吹动 葡萄 就看不到水里下面的东西 假如说 所以风平浪静 你定了 会慢慢看到自己 看到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所以就觉悟了 在日定以后 没有了时间 也没有这个空间 也没有痛苦 也没有烦恼了 那个时候 把自己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那个 所以宇宙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宇宙 据说 许云老人 是静代的人 在你们广东 他产生日定 三个月啊 没有出帝 也是静代的一副教灵修 太许大师 他在葡萄山呢 城堂里 晚上打住的 一直到第二天就着酷了 他竟然 浑人不止 不是说睡觉的 他认定了 那定了以后 人在哪里呢 在城门的曲谈里面 也说 有一位 紧必讽臣死 他 四十一 这个 最后啊 所以 一路往啊 这个派 欲众啊 来请他了 他 他忽然 他不愿意跟着学路 要做车 他就赶快自己啊 就认定 这个 要做 忽然 不知道 紧密封 到哪里去了 后来 这个要做 当然紧密封 走着 了解到这个 紧密封 这一个 水灵而定 找不到他呀 不过他有一个 心爱的布鱼 吃饭的布啊 这个他最爱他 最关心他 他就把他的这个布啊 摇动 这个紧密封 环石 或者说功力不够啊 很关心他的布 他就策定了 要保护他的布 那个 又做啊 抓住这个 金碧峰啊 金碧峰啊 知道 自己犯了错误了 不能有弹性了 他赶快啊 把这个布啊 灌碎 又再热定 并且还说了这样的话 若人要拿金碧峰 除非替令收许孔 许孔 让人收得住啊 再来拿我金碧峰呢 我们一般的人呢 所以这个 产臣热定 也要有一个护持的人 有一位臣氏 热定了 热定停止呼吸了 生生的整个的细胞什么 都静止 不活动了 有人呢 来乘娘 哎呦 没有细细了 因为他死了 就把这一个城市 带来去护葬啊 护葬了以后 实际上这个城市 它是日定没有死 他回来了 哎呦 我的身体没有了 病少了 所以他就一直 在左右地叫 我的房子呢 我的房子呢 后来还是老家 放在大湖上啊 出来跟他讲 这是什么房子 一个城者 许孔为家呀 哪里还有房子呢 所以这个城者 假如说 能够与这个 有了城呢 所以现在好多的人 觉得我有案例 你城城可以数据案例 有了城呢 会有汇窍 静 静下醒来 很多的思考啊 会超越常人 有了定力啊 当然像在经营里 这一个世界社会上啊 我们能够有一种 所谓成定啊 紧情 没动不了我们 爱情 又和不动我们 伪力 也不能 批破我们 这世界上呢 外在的 很多的什么东西 又加持于我的力量 我 对不对 不必应外逼 我一个定功啊 就能激荡一切